上世纪80、90年代的香港乐坛,据新辈出,先有谭张梅晨,后有四大天王。 其实还有一位,他有着精湛的唱作能力,却早早收场,最终玩景凄凉,让人唏嘘。 他就是音乐才子和完美先生,蔡国全。 在高度商业化的80、90年代的港乐中,能坚持原创并展现自己特制的歌手不多,蔡国全就是其中之一。 出名要趁早是很多人的共识,但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 蔡国全1953年出生,自小喜欢音乐的他面对贫寒的家庭,只能在大学时舍弃梦想,选择更好就业的广告设计专业。 70年代毕业后,蔡国全在广告业、银行业领域发展,虽然温饱有余,但却感觉生活枯燥乏味,他想追求自己的梦想。 惊人介绍,蔡国全认识了港瑜知名的经纪人林振业,这位与香港保利金唱片合作密切的超级经纪人,就此带着蔡国全在1980年进入了保际。 如后来台湾保利金的同安阁从制作助理后传歌手的历程。 蔡国全虽然有一身才华,奈何颜值一般,不能靠脸吃饭又没什么名气的他在林振业的安排下矣。 参加歌唱表演比赛和唱广告歌开始自己的歌手之路。 经过两年的锻炼,经纪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让保利金为蔡国全制作他的个人手砖《海底针》《同名主打歌》还有《不应再犹豫》《我心未冷都由蔡国全本人创作》。 专辑还收录粤鱼版的《童年》,由黄瞻作词。 这是一张展示蔡国全创作与唱功的专辑。 虽然港乐已经有了温润公子陈百强,但港乐也能接受一个书生意气,挥制方球的蔡国全。 蔡国全就这样以歌手的身份在1982年的港月展露头角。 1983年,蔡国全发行他的第二专《在你耳边唱》。 主打歌是谁在我耳边唱还有追忆,成长的代价都是他的歌迷热捧的歌曲。 特别是歌曲含奥斯宾,蔡国全包办了词,曲、唱,而且唱作得很好。 保利金在当时有郑国江、向雪淮、林振强等一大批合作密切的填词,而他却坚持自己填词。 今天也许留印象,他朝也许成幻象,繁华愿放手性情未放手。 你却似依然从未放心。 他虽然面相不够俊朗,声性也比较喜静,不善交流表达,禁歌热舞等才艺也没有。 但他的歌曲歌词卷勇,曲风古朴婉约,他的声音虽然没有观正节那么正, 却如谦谦君子般让人难以抗拒。 蔡国全的第二张专辑发行后,港乐圈终于知道自己家里出才子了。 也是这一年,即将迎来自己时代的谭永林向这位师弟邀歌,于是便有了谭氏金曲《风中静草》。 谭永林邀请蔡国全与他对唱,一定程度上又增加了蔡国全的知名度。 歌曲《风中静草》由蔡国全的曲配合李彼得的词,词风正起,曲风温婉向上, 加上谭永林大气的嗓音与蔡国全优雅的音色,成为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 在这一年,蔡国全顺势推出他的个人第三专,《再见也许不再会》,狠狠地搜刮了歌迷的一波好口碑。 《风中静草》之后,蔡国全又在近二十年里为谭永林写了歌曲《亮了红灯》、《离别兴曲》、《活得潇洒》、《回赠》、《日落时分等》,二人结下身后友谊。 他成为谭校长歌迷群体里的副校长。 之后,徐小凤留意到了这位后辈才俊,邀请蔡国全为他写歌。 蔡国全一口气写了十余首歌曲给这位歌坛长洪天后,最终小凤姐只相中了一首, 就是那首她的代表作《顺流逆流》。 徐小凤这位港乐天后,是如此迷人又如此厚重。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虽然梅艳芳的崛起带走了她不少的关注度, 但已经不惑之年的《香港之音》早已看开了名语力。 她继续歌唱,哪怕牺牲婚姻爱情也要歌唱,完全是因为对歌唱事业的热爱。 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心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 只跟心众意愿去走,不相信为做牺牲尽先可拥有, 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患每一个成就,从来的失我地透。 蔡国全的词,就像是徐小凤的那心独白。 蔡国全的曲《旋律古典婉转》,特别契合徐小凤那迷人的中低音嗓。 顺流逆流不仅成就了更多彩的徐小凤, 也让蔡国全这位音乐才子获得了当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的最佳填词奖。 1985年,蔡国全一年内连发三张专辑, 其中两张新专加一张精选, 这也是她在港乐产量最高的一年。 除了专辑顺流逆流重唱了她写给徐小凤的同名曲外, 她在专辑《风中暖流》中自己唱作的一首歌成了蔡国全的代名词。 它就是歌曲《不装是你的梦》。 关于离别主题的歌曲,港乐有许多这样的经典, 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陈慧贤的《千千雀歌》。 但是同样是伤离别,蔡国全的《不装是你的梦》在港乐迷心中的地位不成多让。 当蔡国全的曲遇上郑国将的词, 产生的化学反应足以照耀港乐的1985年。 谁愿意一颗心涌落空, 谁愿意只装饰你的梦, 凝认我的心在长期的痛, 亦不想给你俯弄, 让每声叹息消失于你的梦, 让每点笑声响于你的梦, 从未你献出的点点真爱在空气内流动。 然而这样的一首纯原创歌曲, 竟然得不到十大竞歌金曲与十大中文金曲的赏识。 歌曲好不好不重要, 要看演唱的歌手是谁? 在蔡国全经历于创作力最鼎盛的时期, 她碰到的是谭章梅臣的时代, 谭章争霸才是港乐的主旋律。 为了生存, 蔡国全不得不转型, 慢慢地, 她开始退居幕后, 去帮当红歌手和人气新星写歌或者制作。 1990年, 张国荣, 梅艳芳相继退出, 歌坛进入巨星真空期, 但此时的蔡国全却少了余祥前底, 英机长空的斗志。 当张琉璃郭开启港乐90年代更加商业化的四大天王时代时, 对于蔡国全这种安静创作, 安静唱歌的没有什么娱乐性的歌手来说, 他们的时代其实已经结束了, 又或许, 他们从来没有开创过属于自己的时代, 蔡国全甚至连音乐创作圈都不愿意再带, 除非是朋友真心向她邀歌, 她转向影视圈, 成为影视剧中的男安号。 只是, 在娱乐圈蹉跎数年后, 蔡国全发现, 只有音乐才是自己的梦想, 只有写歌唱歌才能让自己热血沸腾。 新世纪初, 随着天王们退场, 新人们登场, 港乐的看脸时代已经过去, 蔡国全有了回归歌坛的想法, 有什么比在出道纪念日付出更好的礼物了呢? 2002年, 在自己正式出道的第20个年头, 她告诉欧瑞强, 谭永林, 钟振涛等好友, 她要再出来唱歌了。 一时之间, 朋友们高兴, 歌迷们雀跃, 因为十年的等待时间确实有点漫长。 歌迷们和朋友们也在2002年的娱乐新闻报道中, 读到了蔡国全的名字和信息, 不过不是她付出开唱的信息, 而是她外出旅游遭遇意外差点殒命的消息。 原来蔡国全在2002年11月坐车遭遇车祸, 车辆冲入水库, 她虽然捡回一条命, 却落下半身不随的终身残疾, 以后的日子要常年与轮椅为伴, 演唱会没了, 新专辑没了, 正常人的生活也没了, 这还不是最惨, 最惨的是与她相识20多年的发妻也在她最难的时刻弃塌而去了。 蔡国全的妻子名叫于达青, 二人结婚十几年, 一向感情甚度, 在蔡国全出意外后的五年多里, 她一直无微不至地照料。 蔡国全的积蓄, 早已在她遭遇意外的第二年就花光了, 为了给丈夫看病, 于达青不得不一天打几份工, 晚上照料丈夫。 可是, 打工的报酬相对于每天庞大的医药护理费用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特别是2005年在蔡国全被发现患有脑萎缩病症后。 2006年, 在徐晓峰的号召下, 香港演艺圈举行了群星汇聚关怀蔡国全慈善金曲业为蔡国全筹集善款, 环球旗下此前与蔡国全共过世的同事大部分都来了。 谭永林在参加完父亲的葬礼后匆匆赶来, 求有罗家因为了腾出场地给这次纪念演唱会不惜把自己提前预约好的乐剧晚会转场举行。 演唱会的收入和朋友的爱心, 一共替蔡国全募集到了100多万港币的医药费。 这是于达青打工十年都拿不到的报酬。 于达青拿到这笔钱, 没有乱花, 全部用在给蔡国全看病上。 可是, 钱总有花完的一天。 2007年, 在于达青不堪重负后, 她屈服于现实, 离开相伴多年的蔡国全。 1982年, 于达青还是一个妙龄少女, 她征服了蔡国全的心, 两人秘密结婚。 2007年, 40多岁的于达青, 看着就像一个60多岁的奶奶, 她被不勾搂, 双腿螺圈, 头发花白, 五年多下来, 她实在撑不住了。 于达青给蔡国全找了一家低费用的老人院, 为她交了几年的最低看护费, 就默默离开, 遭遇横祸和重病, 相濡以沫的妻子也不告而扁。 蔡国全遭受到的打击确实是致命的, 她也曾自暴自弃, 也想一了百了, 但朋友们的帮助和鼓励让她成了她歌曲中的风中静草。 她敞开心扉, 她接受现实, 她勇敢生活。 蔡国全最终在老人院学会了用手走路, 她开始拨弄熟悉的乐器并创作新歌, 她不畏惧媒体的采访镜头, 不担心人们怜悯她, 嘲笑她, 对于喜爱她的粉丝的探访, 她总是极力配合并谈笑风声。 从2002年到现在, 21年过去了, 或许很多人已经忘了蔡国全, 但她用自己的货打坦然面对人生的顺流逆流。